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政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 这个可以说这个财劫想决 财政没有了 这个军饷发不出去了 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 是清政府准备呢 要把这个沈阳的 这个这个故宫的一些瓷器 热和行工的瓷器拿出来变慢 那么这个时候 东三省的总督赵尔逊 他讲了一段话 给清政府拍了一个电报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呀 仅仅去拍卖 这个奉天这个瓷器 还不够 他说特别是呢 这个拍卖瓷器呢 不能够把这个瓷器 运到北京来卖 而应该在哪呢 在奉天卖 在奉天的着急外商呢 来这个拍卖瓷器 那么赵尔逊的这个做法 很明显什么呢 是希望在奉天拍卖这个 沈阳故宫的瓷器 然后就地把这些拍卖款自己扣留下来 是吧 如果把这瓷器运到北京去 他说会损坏很多 是吧 运到北京去拍卖之后呢 这个现款是由中央政府来控制 那么他还讲 他说这个奉天这个地方啊 所存的这个瓷器不多了 是吧 而且要求清政府 把清政府皇室当中的其他的一些宝物 那么也要拿出来 来这个变价 来拍卖 他说只有这样 才能够大款放入有计 你才能够筹集大量的军款 那么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地方官员 地方都府 是吧 那么开始向清朝皇帝 向清朝皇室 在他那来 这个开油 是吧 从他那来抠着 抠这个钱财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地方都府 那么这个地方都府 这个时候对于清王朝 对于清朝皇室的态度 已经有点不大尊敬了 清朝皇室啊 那种政治上那种绝对权威 已经受到了挑战 那么这个地方都府 相对来讲 还比较好 或者态度比较和缓 那么前线的清军将领 这个时候就有一点 对于清王朝进行公开的武力威胁 进行要挟了 这个情况在武昌起义之后啊 发生的非常明显的 1911年的12月30号 就是被清政府非常信任 是吧 非常依靠的 一些重要的清军将领 就当时叫做骨功之臣 是吧 你们像江桂提 冯国章 这都是清政府的这个高级将领 十几个人 就联名通电给清政府 给清政府打电报 说什么呢 说严战必先筹响 要想战争 要想镇压 武昌起义 要想镇压 这个革命党 必须要筹响 那么这个响没有错的 他说呢 目前 响款 已将告庆 说现在前线呢 这个军响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个时候 一些皇室遗亲 就是清政府那些 皇室宗亲 是吧 却把他们的几千万两白银 都存放在哪呢 都存放在外国的银行里面 他们讲 说我们将士 要以性命报国 我们在前线 是吧 拼死拼杀 是吧 不怕流血牺牲 说我们将士 我将士 以性命报国 那么什么呢 这些皇室宗亲 就应该同国家 修起于共 他要是用什么报国呢 要以财产报国 而且讲 说如果这些人 倘若在魅己 吝惜 响员不济 将士奋机 暴烈或有不忍言 这话说的是 近似于公开的一种威胁 说如果你这些 清皇室的宗亲 还把钱存在外国银行 是吧 不拿出来 去这个 接济这个 军饷 是吧 那么这些将士 是吧 因为这个 没有这个军饷了 这些将士呢 奋机 非常愤怒 就会非常激动 就可能会 会做出一些 非常这个 暴烈的一种行为 是吧 叫做 暴烈祸 有不忍言 可能会发生兵变 到那个时候 那种局面 就很难控制了 那么也说 这个时候 清政府内部的一些 清军将领 那么对于清政府 清皇室 甚至采取一些 武力要挟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 可以说是无可奈何 没有办法 有什么 清政府还要依靠 这些清军将领 去镇压革命党 因此清政府 赶快下了一个预指 要求这些宗室皇亲 是吧 要认名利害 把那个存在外国银行 的银款 这个存款 要提出来 购置公债 筹想 助想 那么来应付这些 军队这些将领 或者说这些 鸠鸠武夫 这些人呢 是不管不顾的 是吧 那么这 很多时候就怕 引起这个 激起一些这个事端 那么另外呢 这个地方都府 那么还纷纷的 以呢 地方上财政很困难 以这个为由 要求把 应该解交到 中央的 这些 京响 各省的 邪响 练兵经费 等等 要求呢 一并缓解 就是本来地方呢 应该是筹集款项 解交到京师 那么要求 这些东西都不解了 都不再给京师送了 甚至是要求 把这些 应该解交到京师的 这些经费 完全自己 就地截留 因为说 我们这个地方 非常危急啊 这革命爆发了 我要这个增加军队 我要这个 这个筹响 我要构谢 那么这样 这个清政府 这个财政 到这个时候啊 就是由于 这个地方都府 是吧 千方百计的 攫取这些财权 清政府的财政 就更加困难 那么清政府的 杜之部 应该是当时是 清政府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 财政机关 那么当时 就是他已经 没有办法 控制全国的 这种财政局势 那么他讲 他说各个省 要求截留 应该解交到 中央的这个款项 说这个事情 叫做书难照准 没有办法答应 但是他讲这话 是一种理论上 一种原则的 只不过是为了 一个脸面上的 一个事情 他们这样强调 那么但是 他面对着什么呢 面对着各个地方 的总督巡抚 要带手疆土 要镇压革命 那么又鞭长莫及 他又直接管不到 这些地方都府 所以说呢 这个杜之部呢 一方面就讲 说你们所说的 缓交这些钱粮 是吧 截留这些款项 说这个 这个书难照准 但是又不能够不答应 又讲 说疑似防务烧清 进行照解 说好 那么你现在你先用吧 等着你这个防务 建轻了之后 还要如数的解交到中央来 其实这什么呢 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解嘲 是吧 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 就是这样 有出而无入 那么这财政怎么支持呢 这个财政这个崩溃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说 历代可见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 清政府的这个财政啊 他在这个 五上七十之后 采取了开源 截流的办法 他企图呢 通过这些办法呢 来挽救清政府的财政 或者他还采取了一些 挽救的措施 那么这个事情 历史发展到了1911年底 1912年初 清政府的财政这个时候 真的是没有任何财政 可以说了 就是连采取财政措施的 这个办法都没有 你说开源的截流啊 这些都谈不到 那么在1912年的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 基本上可以讲 已经崩溃了 为什么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这个时候不但国内的 叫做各军月响 仅发一半 1912年初 军队里的这个军响 只发了一半 发了50% 不但是这样 就是清政府最驻外国的 这个公使馆 领事馆 叫做各馆腊月费军卫会 公使馆 领事馆 腊月的 就是这个1911年 这个年底的腊月的 这个这个 所用的经费 没有办法汇出去 没有给 是吧 那么这个住外的使领馆 那么是大兴国的一个脸面 那么到这时候没有钱了 是吧 那么只能在外边呢 你不说忍计挨恶 就是他那经济 他的财政 是吧 这个经费 发生了非常大的困难 可以说 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 已经崩溃了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的财政崩溃了 这个时候清政 清中央政府的 这种政治权威 可以说是威信扫地 没有任何政治权威了 那么清中央政府 只能够反过头来 低声下气的 向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 来要求地方总督和巡抚 对中央进行支持 那么已经发生了 一种这个权力上的一种 一种倒置 那么清政府在给各个省的 总督巡抚的这个电报当中 那么首先呢 是要称赞 称到这个地方都府 说你们这些人 是如何的诉诸公中 就是你们怎么样 是忠心耿耿 是吧 是打工无私的 说量必不忍做事 就是你们一定不能够 是吧 做事中央 出的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 然后又低声下气的 来询问 不是说命的地方如何如何 是询问 是这样讲 说可否由贵省设法极力一筹 错及大宗款项 于月内解经 你贵省 你能不能够想办法 给我筹集点大量的军款 是吧 然后在这个月内 你给我送到北京来 不是在命令了 是在询问 在乞讨 那么最后 他还要表示 对地方上的非常 对地方都不非常理解 说什么呢 说明知外省 同一监军 唯事必处此 万不能坐以待毙 戊昏分任其难 已故大局 就是什么 说我要求你地方 去筹集军饷 他说我也知道 你这个外省 同一监军 你们也很困难 也很艰苦 是吧 但是现在事情 逼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不能够 作以待毙 是吧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分其难 你们帮着清政府 帮着中央朝廷 去分担这些困难 已故大局 就是这时候 清政府的政治权威 已经丧失了 但是各个省的 总队巡抚 在革命大潮的 这种冲击之下 一些人 尼泊的各个 自身难保 他顾不了清政府 清政府 他自己都 很难顾自己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些人 已经是另有他途 是吧 就是产生了政治上的离心力 对于清政府 这种要求 可以说是应者寥寥 很少有人响应 那我看了一下 当时这个清政府的材料 对于清政府 这种求援 只有黑龙江省的巡抚 周树摩 答应向中央政府 解交三十万元 这是多的 黑龙江巡抚 周树摩 答应向清政府 解交三十万元 山东巡抚 胡建书 答应的筹集 银两 银杨元 各三万 那么作为 北京的 直立的总督 只答应什么呢 报解一万四千两百银 就是我只能给你一万四千两 那么如果说在以前 就是这点银子 清政府是根本看不上眼的 那么一共多的是三十万 少的也就是五六万 一万多 那么清政府根本看不上 但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由于他的财政困难 财政崩溃 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说 叫做人穷至短 马寿茅长 这个时候清政府基本上就是这样 是吧 就是对于各个地方 所解交的 所可以提供的这些款项 可以说呢 不论你是多是少 无分据细 来者不拒 你只要给点 那就要 反正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 已经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么各个省的 刚前面讲了 像这黑龙江省的 这个周树摩同意解交三十万元 山东省的同意解交 这个银两和央员各三万 那么这个使得清政府的户部 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感动 为这个事情 这个户部 立即打电报给周树摩 就说呢 周树摩 以极边贫瘠之躯 任筹此大宗款项 拒征 宫中极难 立无大局 说什么呢 说黑龙江这个地方 是极边贫瘠之躯 这个地方并不富裕 中国的边疆地区 但是在这么一个贫穷的地方 还承担了 筹集这么大量的 一个款项的这么一个责任 说这个就可以反映出 周树摩 是宫中极难 是吧 以国为众 是忠君爱国的 是吧 是立国大局的 表示呢 是敢配合计 我非常的感动 表彰这个胡建书 山东巡抚 胡建书呢 也是宫中极难 对胡建书呢 是表示敢配无私 就是对于地方都府 能够向中央政府 在这个时候 解交这么些的钱 给这么大的一个财政支持 表示非常的感谢 那么其他各个省 那情况都不一样了 其他各个省 或者根本不理不睬 不回府 或者呢 是空缘堂塞 或者说呢 是借口当地的一些 士绅人民反对 拒绝呢 把一些现银呢 解交到北京去 那么还有的地方都府 干脆就直接 把清政府顶回去 像东三省的总督赵尔逊 他就明确给清政府 拍电报回绝 说什么呢 说这个凤库九庆 凤天 沈阳这个地方 我这个仓库里边 银库里边的银子 早已经没有了 凤库九庆 说两个月以来呢 说说我说 完全都是靠纸币来维持 我没有现银 都是靠流行纸币 说断无现款 拨供汇解 我没有钱 没有现钱 拨给你清政府 清政府怎么办 无可奈何 只能够面对这么一种现实 那么另外清政府 还采取了一些措施 来解决这个危机 什么措施呢 你们说 把重心 放在这个中央 腹部 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省份 那边缘的省份 放弃掉 是吧 那么甚至呢 还提出了 要设置一些什么 这个兴支银行 就采取什么 这个临阵驻兵 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晚间危机 那么这些呢 都是原水解不了净渴 没有办法解决 清政府这种财政的这种危机 那么通过以上 所讲的那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 清政府财政的这种 半殖民地化 从根本上 遏止了清政府 摆脱财政危机的这种 活力的机制 就是财政的这种 半殖民地化 从根本上 遏止了清政府 摆脱财政危机的 这种活力的机制 他没有这种机制 受到半殖民地性质 这种束缚 那么清廷财政制度 出于一种 新旧交替的 这么一种不健全的 这么一种残缺的状态 又使得清政府的财政 失去了一种 必要的回旋的余地 就是财政制度的不健全 那么对清政府 这财政 摆脱的财政危机 那么也产生了 很大的制约作用 使他失去这种 回旋应变的能力 而地方都府的 政治上那种 离心离德的倾向 以及他的这种财政 这种自立 用财政 或者凭借财政 是吧 来自重 是吧 那么这种状况 那么从内部 阻止了清政府 内外结合 上下结合 是吧 共同克服财政危机的这种可能 就是清政府内部 自己自己拨来 是吧 又阻止了清政府内部 是吧 上下同心 中外合力 是吧 共同克服这种 财政危机的这种可能 那么武昌起义之后的事实 那么正像有个 所有学者所讲的那样 这个学者是这样讲 说清政府啊 清王朝 在开国之初 统治力量较强 则中央财政 常常压倒地方财政 到了末夜济世 到了清政府的末期 统治力量衰弱 则地方财政 又常常破坏了 破坏了中央财政 而促进了王朝的崩溃与灭亡 那么就是说 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说清政府的 这种财政的危机 进一步的加剧了清政府 政治上的这种危机 加剧了他的军事上的这种失败 而清政府政治上的这种危机 军事上的失败 进一步的导致了清政府的 财政的这种崩溃 那么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这是我讲到的 这个第六个专题清政府的 这种洋务运动和清政府的财政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那么我就讲完了 那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